就在昨晚齐立测评我们遇到了神级高手练练 这个对手呢也是相当的厉害 没有想到呢成就了一盘非常经典的对局 不会一兵一卒的一盘棋 究竟怎么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开局呢对方选择了中炮 这里我选择上马 红方出马黑方出狙 双方迅速布阵成了中炮过河狙 对平马的常见开局 那这里呢我没有走最为流行的平炮对狙和左马盘河 而是选择了直接向三进武 避开流行的套路 这里红方非常的强硬 直接平局抓马 黑方选择窝心 这里黑方虽然有一个窝心马呢 不是很舒服 但是将来呢也可以进炮去威胁红方的三路鞠 双方各有所得 也是流行的布局变化 早了2013年王天宇郑维同呢 就有一盘经典的大战 当时呢是红方的郑维同最后取得了胜利 红方接走跳马 黑方进炮 下部期准备要足三进一 这里打死狙 那么红方赶快选择上马 这里黑方就足三进一 按计划威胁 红方把马跳进来 现在红方的狙马呢 形成了一个前置 应该说对黑方的阵地有相当的压力 但黑方也可以过河足 取得一个小卒子的补偿 双方各有所得 下到这里红方选择平炮 那么为什么把炮放在七路线呢 离这个小卒这么近将来这个卒冲下去 红方不是难受吗 主要呢是把炮平在这里啊 对这个马形成一个掩护 因为黑方将来有居一平三抓马的手段 这个马又不能动 所以红方呢选择平炮 是正确的走法 这里黑方选择进炮 准备要打兵打举打相 红方无法忍受 那肯定是选择兵三进一 黑方下到这里啊 面对红方的强攻 已经是不能软弱了 直接选择足三进一抓炮 这里是一个抢先 那么在之前的队与当中 2013年当时呢 郑维同是选择了G9平八啊 王天一呢 选择直接把炮吃掉 双方呢 进行一波非常激烈的战斗 那么这盘棋呢 红方没有选择老式的G9平八 而是选择呢 先退一手 这也是新式的变化 在我与好机超特异大师的一盘队与当中啊 当时呢 好多大就是这么下的 那么黑方呢 我选择禁足继续抓炮 红方出居对吃 下到这里啊 黑方肯定是不能拱 如果黑方吃下去 红方把炮一吃 黑方将陷入被动 即使呢 这里抓一下 红方也可以进居 把马守住 那这个局面下呢 由于黑方现在有一个窝心码又无法解决 那么对方将来连续冲中兵 整个局势呢 将向红方有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是不能轻易跟对方交换 所以呢 实战我选择进炮 也是正确的走法 那么当时我与好机超特异大师呢 也走到一个这个局面啊 那么当时好多大呢 走的是正确的造法 他走炮七平四 这个对手啊 神级啊 这个名叫练练的啊 他的水平呢 没有好大强啊 他呢 走了一个平三 哎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差别啊 导致了这个棋局的不同 那么究竟哪部棋是对的呢 很明显平四是对的啊 那么红方为什么要平三呢 而害怕黑方平炮打向啊 那这个棋呢 当时好特大怎么下呢 好特大走的是炮平四 将来这个炮啊 有一个塞向眼 非常的厉害啊 那这个棋其实红方 根本就不怕黑方平炮 黑方实战当时我就选择平炮 那么好特大走什么呢 好特大选择浸泡给我塞住 那这个时候呢 我选择拱足吃过去 这是炮打局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啊 但是呢是正中了红方的圈套 红方呢直接马踩相啊 准备卧槽杀棋 我这里选择出狙啊 希望对方卧槽呢 我就把他砍了 他打我我就打狙 这样我可以啊 不错啊 形势是不差的 但是啊 没有想到呢 当时好特大呢 走了一个狙杀马啊 这棋当时我就输了啊 因为你现在黑方不能打 你打了呢 他打中族 打了中族就绝杀了啊 下半棋马进七呢 防不住了啊 所以说这个棋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当时我输给好大一盘棋 就走这个棋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走到这呢 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他应该炮平四 哎非常正确 但实战当中呢 他选择了炮平三啊 这个棋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走到这啊 他没有平四 没有塞线眼的棋 黑方呢 果断出去抓马 红方的马呢 就往这跳 将来准备踩踩中族 但是我不给对方 踩中族的时间了啊 我直接呢横足抓炮 直接横足抓炮呢 红方这个棋正确走法呀 啊虽然说已经亏了 但就打出来算了 打出来我一踩呢 他一吃 黑方呢 也就是有个过河族啊 这些黑方肯定占优了啊 有过河族这么一个优势 那么红方呢 还可以战斗啊 实战当中呢 红方选择躲炮啊 这个棋比较软弱 他现在平炮想去 来塞向眼了 但是为时已晚啊 再一个呢 把中炮卸了 这个火力已经下降了 我呢 非常顾忌对方 这个炮塞向眼啊 因为之前输过一次啊 好大大呢 总愿意塞我向眼 塞的我是非常不得劲啊 那他现在平炮要塞我了 所以我当时实战的 走了一个平炮 平炮把它挡住是七一啊 主要呢 是亮出了拔鹿鞠 将来这个鞠呢 准备去抓他的炮啊 红方就非常难受 红方这个时候呢 他应该选择赶快把我甩过来啊 这个炮在这没有用了 甩过来呢 将来补一补啊 炮打边族 寻求一些反击 实战当中呢 红方选择上马啊 看起来呢 也是能解决抓炮的问题 但是呢 治标不治本啊 这些黑方我继续抓 下到这呢 你红方也不可能去看呢 你要是看的话呢 把底相杀了 这些黑方就基本要赢了啊 下不期要炮二平四啊 比如说呢 红方无论他走个啥 我这个炮呢 往这一平要杀底势 他又不能补 补了我吃炮 这些红方就完了啊 俩局俩炮一个足啊 这些肯定防不住了 所以说呢 红方又不能看啊 他这个炮只能躲 那么躲了之后呢 黑方这里啊 我又走出一步好奇啊 居八平六 这个棋呢 没有遭击网海拱足啊 先平居 这里呢 不光光是吃炮啊 关键杀底势受不了 现在杀底势呢 直接要双聚错 他又要死齐了 所以呢 红方赶快补试 那这样呢 黑方再把这个足冲下去啊 那走到这儿啊 应该说黑方马上就迎齐了 下不期居三进八啊 就是形成典型的三聚闹势 红方的这子呢 都防不住啊 两个马呢 都在前线啊 不仅没有攻势 还没有防守 实战当中 红方看到这棋呢 也反而不行了啊 选择呢 摆中炮 那这里呢 我就按计划进居 马上呢 形成俩居一个组啊 所谓的三居闹势 现在拱势就死齐了啊 那红方没有办法 他呢 选择杨势 下到这里啊 我直接选择炮打势 啊 这个棋呢 就绝杀无解了 兄弟们啊 走到这里啊 呃 红方呢 就投子恩赋了 那整盘棋呢 下到这里呢 一共是21个回合啊 对方就投子恩赋了 这盘棋经典 经典在哪呢 这是我们跟神级下棋啊 头一次呢 叫不费一兵一卒 是吧 什么叫不费一兵一卒啊 你发现黑方 现在一个字都没丢 俩居俩马俩炮 五个卒子 视像拳 也就是说红方呢 啥也没吃着啊 连个兵都没吃到 走到这儿呢 就投子恩赋了 那么来解释一下 红方为啥他投子恩赋了呢 他现在已经不行了啊 我们假设红方选择进马啊 我们假设选择进马 因为他别的防守也防不了了 那么黑方呢 以下有两种杀法 直接将死了 一个是连杀 一个是格杀啊 分别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红方就交了啊 我们先来说一说精彩的连杀 精彩的连杀呢 我就直接往里横竹就完了 那么横竹呢 他只能吃 这里呢 我们选择用左鞠吃啊 让他把炮吃了 他一吃炮 我一将军啊 再一将军 形成双鞠错啊 进鞠 形成绝杀无解 这是黑方连杀的手段 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格杀 格杀呢 就是狙杀象啊 狙杀象呢 他只能吃 然后呢 我的炮打过来 哎 正好呢 形成了一个双炮下底的绝杀无解 红方千军万马 挡不住我炮尔进三 形成绝杀 那红方呢 也是被绝杀掉了 因此啊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呢 也是神级啊 他呢 清楚的看到黑方已经形成绝杀了 那没有办法 只得投资恩赴 那么成就了我们21回合 不费一兵一卒 杀掉神级的一个经典战力 喜欢的奇迷 大家点关注 我们后面还有更为精彩的对局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讲 再会